牛肉平均受熱 水分跟營養都充分的保留住 肉質多汁又有彈性 整塊肉都會是你要的完美熟度 這就是最近國內外都很紅的真空低溫烹調法 也就是Servite 國外的米其林餐廳也都是這樣子做出夢幻料理的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在家利用電鍋就可以輕鬆做出這種料理的方式 Volkan溫控智慧插座 它使用起來非常的簡單 只要搭配每個人家裡都有了大同電鍋加滿水 接上兩邊的插座 再把溫度控制線放進水裡就可以得到精準的溫度 那最厲害的是它可以使用手機的APP 線上選擇它幫你設定好的各種菜色以及不同的烹調時間 當然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不同的嘗試 像我這樣只是偶爾下廚的人 都可以做出非常非常好吃的料理 那在等水溫升高的時候 然後我們先來處理一下肉的部分 我們可以加一點胡椒 如果家裡有新鮮香料的話 可以加一點米野香 然後把整塊肉放進袋子裡面 再加一點橄欖油 接著把袋子放進水裡面 擠出多餘的空氣 我們要盡量讓袋子裡保持真空的狀態 擠出空氣之後再把袋口緊緊的封起來 好喔 水溫到達了我們分調的需求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肉放進鍋子裡面 通常隨便的烹調方式都需要等上一段時間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Vulkan不只可以用在電鍋上 烤箱 電熱盤 熱水瓶 只要是運用電流的廚具 它都可以搭配食用 所以你可以透過它做很多不同的料理 Vulkan的原理是控制插座所提供的電流 讓電鍋按照Vulkan的指示調整熱能 就能精準控制食物的完整熟度 它更可以連接Wi-Fi 把烹調的時間和溫度數據通通都暢傳 讓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接收提示訊息 時間又到了 接著我們可以把煮好的牛肉拿出來 拿出來的時候稍微擦拭一下 多餘的肉汁 接著放進鍋子 煎一下表面 讓肉汁起沒那反應 然後就完成囉 嗯 超好吃的 我們可以跟直接煎好的牛排比較一下 使用低溫烹調煮好的牛排 不管是熟度、顏色 都非常均勻 吃起來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或是你也可以提前準備多份的材料 讓你在任何時候都可以享受不同的料理 像是跟好友一起露營感受大自然 在露營也可以享受頂級料理 拿出事先準備好的肉品 再用噴槍稍稍烤過 絕對會受到大家的喜愛 或是 平時一個人 享受也非常適合 最後 簡單的擺盤一下 你就可以在特別的一天 做特別的一餐 與家人一同分享 做出米其林料理 就是這麼簡單 當不成天才大廚 你也會是另一半的天才大廚 Volken 提升你廚藝的好幫手 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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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好